第四百集 外道七正 新元服膜 2023年11月12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今天是四百集 小数字是三 这么重要的数字啊 也不知道这一集会讲到什么 我们一起看下去 猪八戒此时是官僚集团 我说一下现在的情况 否则大家不好理解 这个我不局限于一个时刻 其实古往今来 大部分时候都是如此的 我只是以现在来举例 现在其实我们国家 可以看成三个大势力 之前呢就是邓小平 他的一个葫芦 他把三个势力混在一起了 可是二十大之后就分开了 现在我们举例啊 齐主席是东方神仙认可的法统 他拿着军队和蔚来科技 他代表了东方大道 齐主席代表了正道集团 邓小平 周恩来 胡锦涛这些人 他们太特殊了 他们不是人 他们真的就是妖魔鬼怪 他们是死中的汉奸 是绝不能悔改的 他们活在人间 唯一的使命 就是让中国亡国灭种 他们算是邪恶势力 他们就是妖魔集团 现在啊 我为了更加说得明白 我就说 如今中国正道妖魔两大集团 已经是境畏分明了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 现在我们要把官僚集团区分一下 官僚集团中很多人 他是邓小平 李克强 他们的铁杆马仔 他们就属于妖魔集团 但是官僚集团中绝大部分人 他们是稀里糊涂的 他们不属于妖魔集团 可是同时啊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官员 在邓小平时代 官员地位比人民高得多 他们可以说不是人民 此时呢 他们也不是正道集团 他们也不是妖魔集团 所以啊 他们中的一些人 或者说全体吧 自然的就成为了一个啊 所谓的中立集团 我说中立啊 只是为了讲述明白 实际上人间根本没有什么中立 你不是人民中的一员 你必然就是人民的敌人 只是实际上大家也明白 我说的就是事实啊 这个所谓的中立集团 一切存在 他们呢 是见风使舵 如果妖魔集团赢了 他们马上就变成妖魔中的一员 如果正道集团赢了 他们也想混入正道集团 所以呢 习主席才要求 精兵检政 人人过关 这个所谓的中立集团 绝不能存在于中国 他们始终是祸害 现在局面就是如此 三大集团 正道集团 妖魔集团 中立集团都存在 此时的猪八戒 我们可以看成啊 中立集团 但是有时候说起来呢 我会说成官僚集团 这点大家要 理解一下啊 这时候 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下啊 上一期 我们又意识到的一个关键细节 当时猪八戒说 孙悟空是我师兄 这就是中立集团 和习主席 他在攀交情 然后他说呀 给我蘑菇 豆腐 木耳 蔬菜 什么的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都是素的 这是说中立集团 甚至我就直接说官僚集团 这好说啊 官僚集团 他代表他要吃素菜嘛 这代表了艰苦补素 你看啊 官僚集团 在习主席时代 或者我说五年大反腐期间 他也要表现的艰苦补素 好人人过关 但是关键的地方来了 你注意啊 接下来猪八戒说什么 他说 我给你死去的弟弟 念寿生经 这个寿生经含义十分深刻 这个最重要的含义啊 他是写历史 大家明白了吧 你想一下啊 周恩来为什么被描绘成完美的人 那就是一代一代的官僚 疯狂给周恩来刷金身 同理啊 鲁迅也是官僚集团同样操作 所以到现在啊 这鲁迅还不倒 现在我说一个最具体的啊 这句话是对 是官僚集团啊 对邓小冰说的 官僚集团对邓小冰说 现在李克强死了 朱镕基温家宝啊 他都被抓了 但是我们 我们这些人呢 没有怎么犯罪 我们还是无辜的 或者我再说明白点 这是官僚集团中 一些不属于邓小平 也不忠于人民的高级官员 他们自成一体 他们认为自己能安然过关 还会在习主席的新时代 继续做高级官员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能干嘛呀 他们能洗白李克强 洗白朱镕基 洗白温家宝 那么能延续邓小平等人的名声 这就是他们掌握了 书写历史的权利 这他们就是现代司马迁啊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大粪堆 而且他们一个一个 已经藏在粪堆里面了 他们已经开始随时准备喷粪了 那么你想一下 他们为什么要为妖魔集团这么做呢 那自然是因为 他们需要邓小平 胡锦涛 按理扶持他们上来 大家懂了吧 这帮官员 比猴都精 他们打得一使 是一手啊 如意算盘 他们其实自己身上 肯定不干净 他们也想过关 但是他们只靠自己啊 肯定有点玄乎 所以他们希望 邓小平暗中出力 帮他们过关 而回报就是呢 他们会洗刷汉奸的罪名 大家别以为啊 只是李克强 朱镕基 温杰宝三个人 我只是用他们三个来举例子 这三个人不可能洗白了 金平府的故事说的明白 他们都会被审判 会公布罪行 但是啊 邓小平集团 可不是就是了仨人啊 那个犯罪分子可多了去了 没暴露的太多了 官僚集团的意思是 要帮这些没有暴露的洗白 甚至就是帮邓小平本人洗白 你比如啊 这帮官员只要活过这五年 他们还可以疯狂给鲁迅刷精神 维持鲁迅思想 大家懂了吧 甚至他们还可以维持国学和马列的地位 这才是最最关键的 国学和马列是西方些神 三十年后夺涉中国的关键 而这个就是官僚集团最大的倚仗 他们说啊 我能帮你们维持国学和马列的地位 所以你们要帮我过关 因此你再看这三个字 受圣经 这就是守住圣经的意思 带个圣经啊 其实你可以直接理解为基督教的圣经 也可以 其实它准确代表了所有宗教 关键是还有国学加马列 这个受圣经其实就是守住国学和马列 大家懂了吧 这是官僚集团以维护宗教为条件 对妖魔集团开出来的架码 他们以为邓小平必然接受 这不得不说呀 这是官僚集团太愚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自己不是九转灵魂呢 他们以为邓小平最看重的是维持西方邪神的统治 所以我为你们看守宗教 你还不答应吗 可是他们哪知道啊 邓小平连西方邪神都不在乎 这个邓小平还想睡观音菩萨呢 你看他连谁先都想睡 邓小平只在乎自己的生命 只在乎自己的荣华富贵 就算是啊 官僚集团给西方邪神维护了宗教 维护了马列和国学 那又和邓小平有屁关系啊 因为邓小平马上就死了 邓小平他等不到三十年 搞不好他今年就会死啊 他听到官僚集团这么说 当然就大怒了 他也觉得官僚集团太愚蠢了 你们不想着帮我延续生命 你们想帮着西方邪神延续统治 可是这对我有屁用啊 所以邓小平马上发怒 他说来把猪八戒给我放下来 我给他吃了 大家懂了吧 如果大家以为啊 我说的有点危言耸听 那你就看看 现在这本清代国家统一史 这就是啊 行广城李大龙主编 这两个人就是标准的间谍 他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但是这本书到现在通过没通过 我也不知道 有人说没有通过 但是我看新闻呢 又是已经通过的了 这个我就不清楚结果了 大家自己去找新闻 我只是给大家看看里面的核心观点 他们这本书啊 是疯狂的美化满清 疯狂抹杀华谊之变 我直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两位汉奸的核心观点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第一个 五湖乱华是大一统 这就是抹杀华谊之变 隋唐是五湖的继承 这是第二点啊 这也是抹杀华谊之变 第三点 辽国 金国 元朝 他是五湖乱华大一统的继续 辽金元代表大一统 突破了华谊界限 华谊换位了 中国成为了华谊共有之国 还是抹杀华谊之变 甚至颠倒华谊之变 第四 高度评价元朝的四等人制度 什么叫元朝的四等人呢 就是汉人做奴隶 是第四等 是最低级 随便被杀 这是值得歌颂的 必须肯定的 这是颠倒了华谊之变 第五点 明朝建立是历史的倒退 这直接就是颠倒黑白了 第六点 他们确认满洲是地狱 而不是族群 还是抹杀华谊之变 他们不承认满族 第七点 高度评价清朝 剃发义服这个政策 剃发义服啊 不掉 你不割发 你不剃头发 你就掉脑袋 他们高度歌颂这一点 这就是颠倒黑白啊 颠倒华谊之变 甚至他们歌颂一族统治者 第八点 高度评价 清朝的满城 什么叫满城啊 满城就是沙光汉人 就是清朝的南京大屠杀 而且还不只是南京 它是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的沙呀 沙光所有汉人 只留下满人 他们高度评价 满城 这都已经不是人了 这都是畜生了 就这俩人都是畜生 看到了吗 你看这俩人还能算人吗 这不就是明日的汉奸间谍吗 而这些人呢 竟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而且他们这本书 竟然是中国历史研究院 首批的重大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国家给他们钱 就让他们明着做间谍 看到了吗 这就是官僚集团的底气 他们把持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宣传 尤其是历史这一块 完全在他们手里 他们到了二十大之后 到了二零二三年六月份 还敢推出这样的重大成果 他们这帮人 就是疯狂为蚂蚁洗白 他们疯狂颠倒华裔之变 他们疯狂的为西方邪神 三十年后全面夺赦中国 实打实的做着准备 他们都是汉奸 无一例外 全都是间谍 抓起来枪辟一万次 都不解恨 他们这帮人 就是让中国走向王国灭种 而他们呢 却打着习主席的旗号 他们说呀 这一切呀 都是他们深入学习领会了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单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 理论任务和学术任务 看到了吧 此时的这帮间谍呀 几十年过得太舒服 太安稳了 他们以为五年大反腐啊 这个板子打不到他们身上 和他们无关 他们甚至 以自己的权力范围 来迫使邓小平这样的妖魔 听他们使唤 给他们抬轿子 但是他们的美梦 显然做到头了 为什么这本书 明明书都印刷好了 明明说是什么 重大成果 可是网上却说 没有通过呢 这帮人好好想想吧 这都是最明确不过的信号了 你们这帮汉奸 现在就可以洗干净脖子 等死了 这件事就是猪八戒 具体的念兽生经 现在大家就彻底明白了吧 我这时候刚收到消息啊 还在有警察 不断威胁 传播西游记视频的网友 对于这些警察 我已经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五年大反腐之下 不死无辜之人 你们不是无辜的 到时候你们死了 就看看今天你们做了什么 我此时啊 要对传播西游记视频的网友说 我的西游记视频 就是思想领域的一场战争 它一定会体现在人间的冲突 战争啊 没有不可怕的 战争都是可怕的 这就是对所有人的一道考题 这既是对敌人的打击 也是对人民的考验 因此呢 如果谁感觉危险 那么你就退出去 我不会有半点意见的 每个人情况不同 我都理解 但是啊 既然是战争 那么总有人会勇敢的坚持下去 如果我的视频 因为所有中国人都害怕 而不能被传播了 那么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真的也就没救了 可是我相信啊 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存在 我们中华文明 历尽劫难 始终不倒 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 中华优秀儿女 为之奋斗 为之守护 所以我的视频 永远会传播下去 而且会越传播又广泛 一切试图阻挡视播 视频传播的人 都是历史面前的小丑 都是赤妹亡两 你们在五年之内 都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个我不是用的形容词 而是实大实的描述 你们直接肉体死亡 直接进历史 还有啊 我再告诉大家一件 为什么敌人 最近突然疯狂起来 那是因为 他们感觉到末日来临了 他们就是 1949年 10月1日前的 蒋介石军队了 大家就看看啊 现在国际上的热点是什么 它是遍布全球的军事战争 全球都在打仗 所以此时 战争是主要矛盾 这也是习主席 正在解决的主要矛盾 可是当这个矛盾解决了 那么习主席会立刻转手解决 国内思想领域的问题 那个时候 就是汉奸卖国贼的死期到了 他们也深刻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试图在干什么 他们就是试图 在这个关键时刻 在国内思想领域 制造混乱 制造恐慌 来阻止习主席 彻底解决战争的问题 大家明白了吧 可是这一切 都早被神仙记录在西游记事中 战争问题会顺利解决 而所有间谍 所有汉奸 都会被彻底清除 这一天并不遥远 很快就会来临 大家很快就会看到的 好了 说完这些 我们继续看今天的故事 这个时候啊 老妖怪正要吃猪八戒 旁边的一个小妖怪说 大王猪八戒不好争 什么叫不好争啊 这个地方 你想成东北话就可以了 这是不好整的意思 这就是说啊 官僚集团好像滚刀肉 即便是邓小平 要控制官僚集团啊 彻底控制官僚集团 也不那么容易 此时又有一个小妖怪说 只要把猪八戒的皮 扒下来就好整了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太深刻了 官僚集团 为什么不好整啊 那是因为他们的身份 我就以前面啊 中国社科院 那两个汉奸举例 你看他们 是官员 是学者 光华啊 满身 关键他们还说 我这是完成政治任务啊 那我这里体现的 可不是我个人意思 这是国家意思 他们这帮人 这帮汉奸间谍对人民做了恶 他们却说 和我没有关系 和自己无关 那这个小妖怪就说 扒皮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告诉邓小平 你直接把官僚集团的老底掀开就可以了 你比如就这俩汉奸 他们是怎么爬上来的 他们私下吃了谁的请 拿了谁的钱 接收了哪个国家的命令 你把这些都揭露出来 那么他们立刻就好整了 大家懂了吧 邓小平 以揭露这帮人的犯罪证据 来威胁这些官僚听命令 他们马上就听命令了 你看此时 猪八戒说 好整好整啊 看到吧 猪八戒马上怂了 这就是官僚集团马上怂了 这个情节深刻说明 没有什么中立集团 我前面说中立集团 是为了说明白各种事例 现在我告诉大家 根本没有中立集团 只要是不和人民一条心 不跟着习主席走 不跟着党走 他们全都是敌人 无非是他们准备犯罪 和正在犯罪 还有已经犯罪 现在猪八戒就是那些官僚 邓小平威胁他们 要曝光他们的罪行 他们立刻就完全听令于邓小平了 他们就开始对人民犯罪了 而这就是那本书 清代国家统一史 出现的来龙去脉 大家懂了吧 他们这帮人已经犯罪了 猪八戒此时说 全户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有两个发音 全户 你可以说是全户 就是全家老少的户口 你给我留下 别杀我全家老少 这就是官僚集团 对邓小平投降了 邓小平拿了他们全家老少的性命 同时这个字 他还有一个发音 发音是怨 这就是牛鼻子上 那个环的意思 就是牛鼻环 这个就是说的特有意思啊 就是说官僚集团之前 牛鼻哄哄 这就是牛鼻环 但是你这都是假的 你们的牛鼻子被邓小平拿着 你们不敢不跟着邓小平走 大家懂了吧 这段情节呢 直接就是讲出来了 官僚集团的本质 这个就是我彻底讲明白了啊 为什么习主席要精兵检政 要人人过关 那就是因为官僚是根本不能被使用的 他们必须从邓小平时代的官僚 改变为新时代的干部 否则他们早晚要对人民犯罪的 你看这段情节 加上我今天说的这本清朝历史的出炉 和警察疯狂威胁传播西游记视频的网友 这不就是一一对照吗 神仙这本西游记 就是精准对如今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深刻描写 那些官僚 那些警察 他们的邪恶嘴脸 都在猪八戒这一生全户里面了 大家彻底明白了吧 我们继续看啊 就在这个时候 前门外一个小游记跑来报告 他说者行孙又骂上门来 前门外是什么 这就是正面开战 骂上门来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文斗 不是武斗 这精准对应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五年大反腐的前三年 前三年 习主席给官僚集团机会 也给汉奸卖国贼一条自首的路 这就是文斗 可是既然有骂上门来 那就有打上门来 打上门就是武斗了 那就是后两年 这里说的非常明白了 打上门的结果 就是全部妖怪死光光 一个不留 这个时候老摩说 你看 是看我无人可用啊 这地方可就是太逗了啊 什么叫无人可用 你对比十八大和二十大 政治局常委就明白了 十八大时候啊 政治局七常委 只有习主席一个好人 剩下六个全是汉奸卖国贼 所以邓小平自然是有人可用 而到了二十大 政治局常委全是好人 没有汉奸卖国贼了 那邓小平就说 糟糕我没人可用了 大家懂了吧 于是妖怪说 把猪八剑还吊起来 还是照旧吊起来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含义非常微妙 这就是说呀 因为现在的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 邓小平也不敢特别逼迫官僚集团了 他怕官僚集团呢 都被自己逼到习主席那边 所以此时官僚集团 反倒意外获得了片刻的安静 这个安静 我直接告诉你们 就是三年 现在都过去一年了啊 还剩两年 因为这三年呢 情况太特殊了 所以你们反倒没有怎么受打击 这个时候 习主席要清理干净 那些真正的牛鬼射身 他们危害太大了 可是等这些人都完蛋了 就是该处理你们了 你们现在 如果还看不明白 不马上自首 那就是鱼不可及 如果你们 还在助纣为虐 那么你们就直接等死吧 接下来呢 妖怪说 清点宝贝 管家的小妖就说了 还有三件宝贝 这时候你注意啊 这里用了管家的小妖 为什么特意加了管家两个字呢 这里也含义深刻 此时呢 我们要具体区分妖怪了 那个二魔 李克江死了 他代表了三个犀牛精 他更代表了 预体在人间作恶的高级官员 而老魔呢 他是邓小平 他是九转灵魂集团 他们并不是坐在官位上 他们是暗中控制那些官员 所以呢 这帮九转灵魂 不直接拿着人间权力 因此他们需要一个管家 来替他们行使权力 大家懂了吧 其实这时候大家可以把呀 朱镕基 温家宝 李克强 都看成这样的管家 他们是替邓小平行使权力 现在他们死了 邓小平也不能直接拿权力呀 他还得通过人间的官员 这就是他们的管家 大家懂了吧 正因为呀 有这么一个转换 所以邓小平的力量 他其实弱了很多 你想一下啊 如果他现在还是 活在人间的退休老党员 那么他党性最强了 谁都动他 谁要动他都费劲 同时这样大家也就明白了啊 为什么有的人 始终不愿意死去夺赦 而是玩命的活着 都一百多岁了 那就是因为 如果他死了 这位置就没了 九转灵魂积短 就少了一个直接把持的权力 所以你也就看到了 朱镕基死活不死啊 你看他那个岁数 他既然能夺赦 他难道不想换个年轻身体吗 他自己肯定想啊 但是他换了身体 他的山头也就倒台了 所以西方邪神 就不让他夺赦 让他一直活 那些更大年纪的也是如此啊 大家动了吧 此时管家说 我们还有啊 七星剑 芭蕉扇和静瓶 这时候你看啊 杨之玉静瓶 都不说杨之玉了 只说静瓶 杨之玉啊 可以代表西方邪神 给予他们的能力 这时候没有了 因此你看老毛说 这个静瓶不中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达赖班辰呢 没有夺赦的本领了 而这个口诀 老毛说给了孙行者 这个口诀是什么 其实就是啊 神仙给人间的神通 这个神通 现在是东方神仙 给予人间 那么这个地方 他给谁了 我感觉说的 好像就是我呀 因为我以后 要去杀九爪灵魂 这个不是拿着刀 拿着枪 去砍去打 这是灵魂层面的战斗 反正看不到 现在呢 我还没有这个本事 那么未来 我必须有这个本事 否则我没有办法 完成使命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说的就是我 这就是啊 东方神仙 把神通给了我 我就可以去杀 九爪灵魂了 所以老毛大巴人 他们不但不能夺手了 他们还等着我去杀 所以他就不能用镜瓶了 倒是把自家兄弟装进去 说的就是 我把九爪灵魂都杀了 既然老毛不能用镜瓶 他就说 把剑和扇子拿来 这时候你注意啊 没有说七星剑 也没有说八娇扇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 这俩宝贝汉意也变了 剑不是说九爪灵魂了 这就代表了私人军队 比如缅北诈骗集团 就是这时候的剑 扇子呢 这个也不只是说邪恶产业链 制造人生果 这个是说的煽动 煽动民意带节奏 你看我前面举的例子 一个就是那本新的清朝历史书 这就是扇子 一个是警察威胁传播 西游记视频的网友 这也是扇子 既然是扇子 那就是全球 尤其是国内拼命的煽风点火 此时你注意啊 这就是汉奸仅剩的两样武器了 而那个剑都不在国内 国内是没有的 我直接说了吧 现在邓小平的剑 我知道的有两把 一个就是缅北诈骗集团 一个就是台湾 他们都有武器 这就是剑 但是啊 你看这两块料能成事吗 根本不可能啊 缅北诈骗集团 正在被打的屁股尿流 而台湾呢 这一天也不远了 邓小平肯定要全面使用他的全部武器啊 所以这不就是还有了煽风点火吗 这不就是用煽风点火 配合缅北诈骗集团 配合台湾吗 哎呀 我现在就明白了 你看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疯狂 因为他们就在配合缅北诈骗集团 尤其是配合台湾 你看啊 我之前视频说的 政协委员周小平 不就在这个时候 蹦出来疯狂的说 缅北战争啊 和中国无关啊 大家可千万不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啊 大家懂了吧 这就是扇子 这就是煽风点火 你看啊 当你认识清楚了世界的真相 那么一切赤媚亡俩 不论披着什么样的话皮 都能被你一眼看穿 因为你此时已经有了火眼金睛 你就是孙悟空 这个时候你就明白 周小平 金灿荣 金一南 司马南等等啊 这帮六贼 他们在干嘛了 他们都是邓小平的扇子 这个时候 他们就不得不出来煽风点火了 好了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情节 这段情节啊 已经说的是现在 关键是未来 而且这个未来并不远 直接就是五年大翻风 管家把两样宝贝给了邓小平 那么你仔细看 邓小平将芭蕉扇插在脖子后面的衣领 衣领后面的脖子 一个意思啊 芭蕉扇 它是代表了邪恶产业链 这个你理解为 缅北诈骗集团 关键还有台湾啊 台湾更是主要的 邓小平 真正的老窝 是台湾 台湾就是满清 所以台湾又被称为诈骗岛 我估计 缅北诈骗集团人员 都是台湾诈骗分子 培训出来的 你一定要知道这点 现在已经说到台湾了 那么芭蕉扇 它还有个煽风点火的含义 而伊领这个位置 特别传神 现在我们把国家看成一个人 那么大脑 就是习主席 为核心的党中央 伊领是什么呢 这就是李克强留下的国务院 可是现在不是二十大之后了吗 总理换人了 但是啊 国务院那么庞大的体系 他是从周温来 一直到李克强 这都多少年了 他留下了巨大的遗毒 怎么可能一瞬间被清理干净呢 国务院现在 只是不敢明着作恶了 但是他们暗中作恶 暗中就是脖子后面 大家懂了吧 所以呢 你就明白了 现在那个清朝历史 怎么出来的 如今一些邪恶的警察 疯狂对待 宣传西游记视频的网友 是谁指使的 还是国务院 我就真服了啊 你们是不见棺材 不落赖 你们都会见到棺材的 这棺材就那棺材板啊 这是朱镕基啊 你们就等着吧 然后邓小平 把七星宝剑提在手中 这地方我明确说了吧 李克强死后 缅北诈骗集团的直接领导 就是邓小平 而更关键的是 台湾的直接领导 是邓小平 然后呢 邓小平点起来 三百多小妖怪 三百多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满清民国三百年 这就代表了 满清最后的 一老一少都在这里了 这是啊 邓小平最后的疯狂 他发动了 他能控制的一切势力 因此我们才看到了 现在网上的各种混乱局面 但是啊 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你看这个故事最后 金角大王也死了 这就是邓小平和他的满清 彻底死亡 所以我直接跟大家说了吧 七游记将未来的胜利 直接写在这个故事之中 因为啊 我们凡人看 是看不到未来的 我们只看到今天 看到现在 所以我们就被现在 所困惑 可是神仙 早看到了胜利 他直接告诉了我们 所以你现在啊 面对邓小平为代表的 整个满清邪恶势力 包括那些邪恶的警察 你大可以一笑了之 你就看他们怎么死就可以了 此时啊 我们再看故事啊 小妖怪 五刀弄枪就来了 但是你注意 后面写了 老魔 丙盔冠甲 可是小妖怪 却没有写盔甲 也就是说 官僚集团和满清 不堪一击 他们就是小妖怪 他们连盔甲都没有 我直接告诉你啊 这就是说的啊 别看那些邪恶的警察 现在还张牙舞爪 但是他们连盔甲都没有 到时候 他们很容易就被收拾了 我再对你们这帮警察 说两句 现在你们就是 1949年 蒋介石留下的 伪政权警察 这个时候 你们不想着立功 反倒疯狂 为已经死亡的伪政权作恶 你们难道真不在乎 自己的小命 更不在乎 你们家人的前途吗 你们的后代 可是还要生活在人间的 你们难道 就不管他们未来发展吗 你非要给他们留下 政治污点吗 你现在作恶 那么你未来 你的后代 不能当公务员 不能参军 不能做这个 不能干那个 基本上 就是他们这一辈子 都被你给害了 你们现在好好想想吧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 不说你们这些败类了啊 我说一下 这里的关键词 理所 这个理所是理所当然的意思 大家注意啊 邓小平再次出差 这时候他不可能说 我是邓小平啊 我没死啊 这不可能 如果他这么说 全国人民都得打死他 邓小平会打着一个理论 起号出来 这就是理所 理所当然 他让你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比如他会说 习主席的路线 可不是毛主席路线啊 你看 他都不说邓小平理论了 他会煽风点火 让人民以为 习主席改变了毛主席路线 神仙早早就将邓小平的阴谋揭露了出来 此时我旗帜鲜明的告诉大家 习主席走的是东方大道 毛主席走的也是东方大道 但是时代不同 表现必然不同 毛主席那个时代太特殊了 他就是整个三千年历史啊 极为特殊的三十年 所以毛主席去世之后 他的一切成果都被死兔子邓小平窃取了 而且送给了白皮 习主席时代不是三十年 而是未来三千年 所以习主席时代的路线表现出来 绝不可能和毛主席时代一模一样 而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毛主席时代的为人民服务 到了习主席时代 必须改成以人民为中心 为大局服务 大家懂了吧 这是神仙提前揭露了邓小平要使用的手段 那就是打着理论旗号 欺骗中国人民 忽悠中国人民 反对习主席的路线 而为什么邓小平只能这么做了呢 因为他现在的两把武器 缅北诈骗集团和台湾 这根本不顶用 他唯一能用的就是中国内部的六贼啊 所以你看六贼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么猖狂 那就是邓小平胡锦涛疯狂培养出来的 你现在就看出六贼的巨大危害性了吧 如果国内六贼集体带节奏 比如啊之前没有暴露的 孤烟木缠这样的啊 也在之后关键时刻带领他的反思 粉丝啊质疑习主席路线 你想一下那个时候中国内部的思想领域 是不是就乱套了 对吧 而这就是邓小平打的如意算盘 可是啊 不管邓小平的算盘打得多响 不管国内六贼多么猖狂 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彻底失败 而这一切呢 神仙早记录在西游记之中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人民都可以静静的看六贼表演了 他们都是一群销售 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 一个啊就是进监狱 我们继续看下面老摩的描写 老摩比较难对付 他顶盔灌甲呀 这就是邓小平 他身上穿了一件赤燕燕的丝袍 赤燕燕就是红色呀 就是他最革命 他是老革命 他党性最强 你注意啊 这时候我虽然说的是邓小平 但是我说的是整个九转灵魂集团 尤其是还有一些活着的所谓老革命 他们说自己革命一辈子 这都革命到一百多岁了 我党性最强 我最革命 我说的就包括这些人啊 但是他们穿的是丝袍 这什么意思呢 这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死人的意思 这个丝就是死 这说的就是邓小平是死人 另一个呢是丝人的意思 这就是说 他们虽然说自己最革命 老革命 但那都是为了他们的个人私利 他们不是为了国家民族 大家懂了吧 此时云妖要抓住孙悟空 这就直接说的是 这场战争是生死之战 是你死我活 谁都没有退路 孙悟空早知道 二魔化在葫芦里面 却将他紧紧拴扣停荡 这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是说 李克强死了 第二个是说 朱镕基 温家宝 这时候也许没死啊 但是他们已经被彻底控制住了 同时这也说的是啊 三个新妖精的山头 他们的人马 基本被控制住了 不能作恶 现在能作恶的 就是邓小平的核心人马了 这个老妖怪 红旗招展 跳出门来 这个地方我真的 也不太好解读了啊 因为这说的就是未来了 这说的还是高层斗争 第一个呢 未来的具体斗争 我也不知道 我就不好说了 第二个 高层斗争 我从来就不知道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讲明白 我只能说一下 大概意思 这还是前面我说的啊 邓小平 他是举着红旗出来的 你可以说他高举毛泽东思想 还有马列主义 他就蹦出来了 此时你就更加明白了 为什么过去十年 马列学院大爆发式发展了吧 这都是为了邓小平 有一天能高举马列旗帜 提前做的准备 我只能说到这个层次了 再多我也不知道了 大家自己思考吧 我再从反面说一下啊 大家更好理解 这就是说呀 邓小平这一次啊 绝不会举着台湾的旗子 举着美国的旗子 这一次他坚决不会再说 对外贸易啊 是根本啊 改革开放是唯一啊 全盘西化是我们的根本路线啊 这就绝不会了啊 这一次他会完全相反 他会比毛泽东还毛泽东 比马克思还马克思 他就是啊 红的不能再红的 这样出现了 那么他怎么出现 出来又是谁 这我也不知道了 大家具体观看吧 这未来你就慢慢看 反正不论他是谁都无所谓 就让他死了 妖魔鬼怪 不论大小 全被孙悟空打死了 也就是说 习主席横扫了一切敌人 下面具体的描写呢 我就不讲了 其实意思差不多 我说一下啊 那个七星宝剑 青提手 八交扇子 半遮尖 青啊 就是邓小平基本拿不住四人军队了 因为不论缅北还是台湾 也不是邓小平直接指挥的 再说了 就算是他直接指挥 死兔子有这个本事吗 他就是个老混子 你让他指挥军队 那这支军队死得更快 半遮尖 什么意思呢 这基本就是描述风流美女的 半遮住肩膀的一件衣服 那不就是马上就要掉下来 那掉下来之后 不就是完全赤裸了吗 这意思是说呀 这个时候的邓小平 他已经不能全藏着了 他的汉奸本质 暴露了一大半了 其实我的视频出现 这都快一年了 只要看过我视频的人 都知道邓小平 是三千年来最大的汉奸 我们就从人数来说 这个意思是啊 全国人民 你看着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的衣服 已经到了肩膀 肩膀上面暴露了 下面还藏着 这就是看到我视频的人数比例 大家懂了吧 但是这里 还有个更关键的意思 我直接告诉大家啊 这个肩膀上面是什么呀 是脑袋 脑袋和身体不同 我直接说了吧 这就是说 全国的高级官员 都看了我的视频 大家懂了吧 此时就是高级官员 在选边战队 你们是要继续当 邓小平的官僚 当他的走狗 还是要做新时代的干部 就在这两年了 没有太多时间 给你们留下来了 好了 这一切都说明白 邓小平他就带着 一群妖怪出动前 出动前呢 这就是说战争明面化了 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 我刚看到一个消息啊 公安部说 全面实行 错案责任 倒查制度 终身负责 看到了吗 我直接说了吧 这个消息 就是针对现在 正在作恶的那帮人 比如上海网信办 当然啊 如果他们不归 这个公安部管 那我就个人处理了 我就说那些 正在刁难 传播西游记视频的警察 这个制度 其实很大一部分 就是专门为你们出台的 现在啊 所有传播西游记视频的网友 如果有警察来找你麻烦 那你就记录下他的警号 能录音就录音 能录像就更好 这一切都是证据 现在有了倒查制度 而且是终身负责 看到了吗 终身啊 他怎么都跑不了的 现在你看着他们掺光 到时候立体算总账 好了 我再对警察说一句话 你们就仔细看看这个制度吧 好好体会体会 有助于你们想明白 你们到底是为人民司法 还是为汉奸司法 你们都不是傻子 我的视频 已经将世界说的多么清楚 我已经将汉奸卖国家的伪装 扒皮都见到骨髓了 这个时候 你们看明白了 你们还为邓小平卖命 你们就是汉奸同伙 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 如果你们能人性执法 不难为 不吓唬网友 那么你们可以说 没有助纣为虐 而如果你们反倒能揭发 给你们下这些命令的上级 那你们就是戴罪立功 你们在争取过关 好了 我严禁于此 你们好自为之 大家看看这一集的日期 11月12号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1911年和1912年 1912年辛亥革命 满清彻底死亡 而1911年 那个年份就酝酿了 辛亥革命爆发的条件 就是保禄运动 我前面都说的很详细了 神仙特意在这一天 用400集来讲这个故事 你看 这就是明确告诉我们 现在这一刻 就到了满清彻底死亡 新时代即将开启 那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小数字山 三呢 就是三生万物 而这一次 我们不会再有什么民国了 没有什么毛主席建设三十年 再被登场兵破坏三十年 这都没有了啊 这一次 我们会彻底将满清 埋葬进历史的垃圾堆 二十大之后 习主席时代 全新的东方大道 已经展现在 每一个中国人的眼前 这一刻呀 我用一句话 结束这一集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 习主席的身边 坚定跟随他的脚步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努力前行 奋斗终生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啊 再见